Jeffer有專家指近一成兒童新冠康復者 會出現長新冠症狀 包括中枢系統受損、記憶力變差和失眠等 真是別當是普通流感 是啊,有小朋友康復後 會出現兒童多系統發炎綜合症 持續有高消、出診等症狀 還會影響心臟、肛臟和腦部 盡早打新冠疫苗能夠提升抗體水平 預防感染後病發重症甚至死亡 真是很重要的 現在只有大約七成半 三至十一歲兒童打了第一針 要保護小朋友 家長不要再想 要盡快帶他們打針 打針當然是最重要 但學校也應盡量避免 舉行校外聚餐和脫口罩的活動 例如謝思宴 以減低小朋友的感染風險 還有,老師和學生 記住每天上學前要做快速測試 這樣大家上學就可以更安心了 謝謝大家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